叔叔阿姨兄弟在这边好 我是流浪闪妞 今儿给起的有点早 一觉睡到了九点半 大家的车快完事了 今天呢打算把这些东西都收拾收拾 没用的就扔吧扔吧 这会儿要精简一下了 看看吧 这老大一堆 今天把他们全收拾收拾 归笼归笼 就要往新车上搬了 哎呀看看吧 咱家光粮食有多少 小米儿就是 这是咱家的大米 再还有一个整箱的 这一包的都装的啥 茶叶 这还是带那个云南带回来的那个古树茶 我这还带了个钓鱼的 跟着真事 那一次都没用 我估计鱼水都过期了 不知道的还行 我有多专业的 钓多少鱼呢 一会儿没用过 理想很丰满呐 现实很勇敢呀 想的都挺好啊 没用着啊 我说丑粮 还有一盒子小米 看起来能干啥的了吧 家里边产凉的 不缺粮食 哎呦 我的妈呀 这里还有一包帮帮堂的 这还是上次去洗澡的时候买的 买了两大包 还没用完 还剩了那么多 先放着吧 等到下次再去洗澡的时候 再给洗澡的小朋友们分分 先留着 手机膜 一会儿贴上 再一个壳 还有一盒面膜 我发现了我存货挺多的呀 这桶油吧 农夫山泉花生油 这就是上次我大姐给我拿那20斤花生油 一口没舍得吃 上了一桶西藏 桶颠碎了 然后还剩一点底 我把它倒在这个矿泉水瓶里了 到现在为止一口没舍得吃 这里边是上西藏去买的那个防防链 都说这碗一定得带一定得有 实际上没用 除非你冬天上西藏 下雪你需要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冬天进藏 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用 白花这钱 这还有一包 现在车里放还没地方 还没有用 扔还不能扔 这一四八会用不上 白花这钱 这还老贵了呢 还买的质量好的 还不是那便宜的 所以说想去西藏的朋友们 除非你们冬天去需要之外 夏天去的话都不需要带这个东西 收拾完了 板正多了 就是不知道这会儿车里边 能不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啊 一会儿呢 快点就AK